欢迎收看今天的产业劲爆 我是唐吉安 晚上来带您看到今天的产业动态 五月P&I创始上最快紧缩速度 疫情趋缓车市冲击淡化 五月车市比上个月增加8.8% 安特罗与国一国委员完成病毒快晒 试剂技术授权 毕应联装取得了台北的跨年承办权 来关心台股 由于美国对中国制裁没有扩大 上周五美股肺半指数再度飙涨超过2% 再加上外资流入台走强 激励今天台股开平高盘后 随即直至上涨超过150点 早盘直接冲破万亿关卡 最高来到一万亿千一百零九点 站稳年限之上 并一度成功突破半年限反压 来到近三个月来的高点 接下来请看今天的财经一百秒 华尔街日报报导 美国半导体产业正在加紧游说力道 以取得联邦政府数百亿美元资金 来新建厂房和从事研发 使得美国半导体技术继续领先 高度补贴该国晶片业的中国等国 台积电否认市场传闻 表示先进制程一切依照进度进行 不仅5奈米进展无言后 3奈米制程也将如期于2021年市产 于2022年下半年量产 台积电将于6月9日举行股东会 华为和美国设厂将成为两大焦点 美股旗指一日在亚洲早盘下跌 三大指数均一度下跌0.8%左右 美股道琼旗指一度跌200点 显示投资人担心美国多个城市 爆发的示威抗疫 可能爆发新一波疫情影响经济 澳门官方发布公告指出疫情影响 第一季澳门入境旅客 较去年同期大跌68.9% 博弈业和其他旅游业的服务业出口 分别出现61.5%和63.9%的衰退 整体而言澳门GDP较去年同期衰退 48.7% 新唐人给他电视整理报道 红海董事长刘央伟出席资策会产业高峰座谈 他预估疫情的影响大约在六月底七月初舒缓 不过因为疫情的关系 过去世界工厂的生产模式将会转到区域制造 上游生产集中下游反而分散 他认为台湾要抓住后疫情时代的机会 必须以人才为主轴的战略思考 中共肺炎疫情在全球蔓延不断 资策会产业情报研究所邀及科技业大佬座谈 红海董座刘阳伟认为 疫情影响六月底七月初可能舒缓 必须观察消费者信心走向 那这种供应面跟需求面的影响 会大大的影响到我们未来的供应链的 整体的这个未来的发展 那因为欧美的整个目前的情况 我们肯定下半年应该不会太好 下半年应该是有55%的订单或营收 但你今年看可能要稍微修正一下 可能要稍微悲观一下 可能下半年有可能跟上半年是差不多 贾世达董事长郑启宏提出三道锦囊 厂商第一步先是回台设厂投资 第二步多量少样生产移到东南亚 第三步则是究竟在地化 包括前往美国设厂 洪海日前提出G2一个世界两个体制的说法 疫情过后产业出现分水岭 过去这种全球化 然后集中在少数国家的这种 类似这个世界工厂的这个现象 已经不会再存在了 那未来区域化的生产 这是我们看到是比较可能的 即使是世界最大第一的经济体 美国他都认为制造是非常重要的 一定要把制造带回到美国地区 台湾如何把抓后疫情时代升机 刘洋伟说台湾过去以生产为主的思考模式 应该改变为以人才为中心 我认为人才会是台湾在异后世界 非常重要的一个资源 那你怎么透过网路来发挥你的智慧 创造你的价值 变成是我觉得台湾未来一个非常重要的机会 崩海集团定调未来五到十年发展策略为三加三 三大核心技术 选定AI半导体还有5G 疫情也加速国内ICT业者 竟相投入数位转型 机也能否快速转变决定胜出关键 新台电视审慧彤综合报道 但您看到今天的国际重要财经报纸讯息 红博社泰国国会周日批准600亿美元的经济纾困案 金融时报 外汇交易员看多欧元后事 自三月以来首见 华尔街日报 川普延后G7峰会到九月 将要印度俄罗斯加入 日本经济新闻 日本四月失业率升到百分之二点六 失业人数共五百九十七万人 台湾嘉义层是亚洲最大的木材集散地 有着木都的称号 曾经孕育了许多木座僵师 时代的变迁 这些传统木座也面临断层 一位嘉义子弟侯志明 在六年前毅然决然辞去了室内装修工程的事业 投入木器领域 只因为寻求生命的价值 侯志明施法自然 创作多用途的木器 也为自己开创了不一样的木器人生 一块木头 裁切抛光后 经过木器艺术家的巧手 向南木的折花清晰呈现 完成的木艺品 体积轻巧能随身攜带 展开后是多用途的展示架 它的名字也很有东方位 叫做鲁斑骨架 木器艺术家胡志明说 是以传统鲁斑骨架工艺为基础 进而创作 四十六岁的他 原本为室内装修工程师 足迹遍布百货业 饭店业和政府部门等 不过在他捕获之年时 开始认真思考生命的价值 于是他重新拾回 儿时最熟悉的记忆 木作 我们生命的价值 人生的下半场 该如何去做一个规划 那就毅然决然回到嘉义来 侯志明的爷爷 是日志时代的大木作讲师 叔叔是细木作讲师 侯志明从小耳濡目染 对木作自然产生兴趣 而创作理念 以绿色永续思考 关怀社会出发 像是逃城野球蚁 结合家农棒球人的精神 传递侯志明对嘉义的浓厚情感 还有取自大自然生态 借由蜜蜂所创作出的规矩茶具 运用笑奶木的特性 设计出3D立体措施的蜂巢杯垫 栩栩如生的女王蜂 是充满巧思的茶器组合 蜜蜂的骨架是茶针 蜂头为茶针架 蜂身为盖制 蜂尾是茶泽 侯志明的创意不仅于此 就连古代用来 称量物体轻重的器具 权衡也能成为 多用途的文房用品 以北斗七星为主轴 挂上五只毛笔代表五行 侯志明慢工出细活 以细致的木器抛光代替上漆 友善环境与使用者 施法自然 每一个细节蕴含东西方哲学 值得细细品味 但你看到明天六月二号 星期二有哪些重要的财经活动 美国公布五月新车销售数据 澳洲央行召开利率会议 第一经法说会 以及新政院长苏贞昌 说明振兴券 谢谢您收看今天的产业劲爆 我是唐杰安 我们明天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天见